和猪小弟 三个儿子之中只有猪小弟很亲爱 其他两只都很难做 一天猪妈妈对儿子们说 你们都长大了 去外面盖自己的房子 处理生活吧 但是千万要小心森林里的大野狼哦 于是三只小猪就离开了妈妈 到森林里盖自己的房子 要带什么房子好呢 啊 用毛巢盖房子吧 快又凉爽 我真是太聪明了 盖茅草屋虽然很容易 但是应该不坚固 嗯 我来盖木屋吧 我比较勤劳 所以用木材盖了一些房子 茅草屋跟木屋感觉都不够坚固 我还是盖砖屋吧 我最勤劳 我找来了一堆砖块 一块一块盖成砖屋 所以我花了最多时间 这天大野狼出现了 请大野狼站在我们毛巢屋前 周大哥赶紧躲进毛巢屋里 请用力吹 没想到大野狼一下子就把毛巢吹倒了 我的毛巢屋被吹垮了 哈哈哈哈 看你往哪里吧 救命啊救命啊 周大哥拔腿就跑 嘿嘿嘿 我把进来了 请大野狼站在我的木屋前 请大野狼站在我的毛巢屋前 大野狼跟着过来 一下子就把木屋吹倒了 啊 我的屋里被吹走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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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房子快倒了 所以周大哥 周二哥 跑到猪小弟的庄屋 大野狼也吹了过来 大野狼爬进来了 请大野狼站在我的庄坏屋前 哈哈哈哈 看你往哪里吧 请用力吹 哈哈哈哈 吹不到我的庄屋 大野狼想把庄屋也吹到 可是怎么吹也吹不到 大野狼四处观看 想办法要吃掉三只小桌 突然他看到庄屋的烟囱 心想房子吹不到没关系 我从烟囱进去 把他们全部都吃掉 嘿嘿 我爬进来了 于是大野狼爬进了烟囱 然而聪明的猪小弟 早就猜到大野狼 会从烟囱跑进去 所以在烟囱下面烧了一锅水 大野狼就这么的掉进热水里了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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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